5月17日,香港2019年度重点展览之一《百物看世界大英博物馆藏品展》在文化博物馆开幕 展览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百零英组物品,威威道来横跨两百万年的人类故事 专家表示,大部分展品均为首次在中国展出 包括在非洲发现的最早实现工具,反映观世音菩萨雏形的印度绿尼石杜姆像 达尔文航海船上的精密定时器,日本服饰会名家葛世北斋版画作品 赴约三十六景之神奈川冲阳里珍品 约公元前2500年,由古巴比伦王国苏美尔人制作的乌尔军旗是展览的重点展品 木合制作精美,材料包括阿富汗青金石、波斯湾贝壳、红石灰吉利青 相贴着马赛克图案,刻画了战争场景 其中一面是士兵们以驢子拉车与敌军作战 另一面是人民将各种牲畜和货物上交给国王 国王开怀畅饮,作品反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形态 另一件重点展品是公元100-200年间 制作的大理石密特拉神像出土于意大利 雕像中的密特拉正在宰杀公牛 而一条狗和一条蛇则在损息流血 密特拉是亚洲波斯的宗教人物 作品反映了西方社会在接受基督教之前 还存在一些神秘的宗教 它是一种形象充满意义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而这就是因为当基督教育成立了 结果成立了宗教育的宗教育 当时有很多宗教育的宗教育 都被拒绝了或拒绝了 而他们实际上都被拒绝了 本次展览有别于以往 以文化区域阐述人类历史的方式 而是以人类文明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轨迹 探索人类共通的故事 其他展品还有约公元前800年 埃及的尼斯伯德纳的木乃伊棺材 公元100-300年间野门的阿拉伯同手 公元200-240年间 印度安德拉邦阿玛拉瓦地的石灰岩雕 1345-1355年间西班牙的黄铜西伯来星盘等 现在是一个练习的主要